情敏捷很多人都会去扫墓来对祖先表达敬意 不过其实像是殡仪馆或是公墓纳谷塔等等 对附近的住户来说却是闲雾设施 甚至会有一点怕怕的 也会让附近的房价来低于区域行情 就有房中业者统计双北市这几年迁移的七座公墓 周边的行情变化 其中像是士林第八公墓在搬迁前后 路段的房价就上涨了一成左右 新一区公寓直通顶楼一眼望去是大片公墓 有些人能够接受对部分住户来说却是闲雾设施 根据房仲统计双北市近年有迁移七座公墓 迁移前后路段行情都有明显增加 周边的这个福地就是坟墓的迁移的部分 陆陆续续不断地在执行 那包括在辛亥捷运站旁边的这些福地 也在做一个迁移的动作 这几年双北市积极迁移市中心的闲雾设施 实际来看迁移后的房价 北市市林第八公墓 市东路住宅房价2021年迁移后 就比前一年涨了10.1% 均价来到每平62.1万元 其次是南港的第一公墓中南街 迁移后均价50.8万元 年涨4.1% 其实如果说是以福地来说的话 确实国人在购物的时候会比较在意 那一方面来说是有一些传统习俗的思维 其实不只是公墓殡仪馆也影响公务人观感 根据实价资料 距离北市一兵周边一公里的华夏 均价每平在71万元 如果是半径300公尺以内的 去年平均成交单价只有63万元 波一兵确定在2024农历年后将拆除 有望带起房市 他们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东西 我也是希望拆迁到二兵去 然后把二兵扩大 会有差会比较好 不过还是要以大家的民生需求为主 因为毕竟生老病死大家都会遇到 台北市其他区域像是新海路四段 新一路五六段 周围大批墓地都已经经过前葬 已经剩下零行量体 伴随绿地公园 捷运交通 住宅抗性大检 也让以往的福利宅跟着翻身飙涨 参选中的方向太不倒